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头条新闻 你可以看出今天的盘氏格局 我们现在看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什么 一档是这个 这个是经济的 鸿海电动车 我昨天跟大家讲 我们很奥的鸿海电动车 对不对 鸿海电动车昨天10点开高之后走低 就在郭董出现之后股票一路跌 我说这个是怎样 鸿海集团发生什么事 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的头条还是鸿海嘛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鸿海怎么样 鸿海今天开高 走低耶 然后后来怎样 只收涨这样一点点 OK 那这种格局怎么盘氏还是涨那么多呢 对不对 来看一下原油呢 另外一个新闻 工商 原油封涨年底奔100美元一桶 交易员热炒 跟原油相关最有关系的股票哪一档 这一档 台塑化 帝多喔 小掌之后收这样 也是收这样而已 我说 好像今天的盘氏跟这些头条新闻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可是盘怎么涨这么多 我们先来从格局上来看好了 什么格局 加权指数的走势格局 这张图 我已经早在多久之前 就已经画出来给你们看了 对不对 前几天 说支撑在哪里 16350就一直不跌破 有没有 我说反弹还没结束 结果真的大涨了 因为台积电 法说嘛 大家认同所以涨了上来 结果呢 我说反压就在这儿 昨天想说是不是就结束 今天再涨回来 有没有看到 涨回来干嘛 刚好收在哪里 16900 有没有看到 16900 是不是早就已经写在这儿等了 standby在这里 那再上去咧 好不好过 不知道 可是到目前为止 格局不变 16900以上的反压 持续存在喔 然后今天最特别的是什么 盘事跟新闻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我们来看谁贡献的 这195点 留意看这张表 这张表 全部 红海是跌的喔 台塑化是跌的喔 有没有看到 好 那什么在涨 台积电 昨天跌的10块 今天涨回来 然后另外联发科 台大电 连电日月光 连电日月光是跌升 这三档都跌升的耶 有没有 所以今天是谁在涨 电子 其他都是什么 都是绿的 OK 重点是航运也是绿的 航运我也一直在跟大家做分享 对不对 可不可以买 时候未到 那今天 你看 刚刚讲到电子股了 贡献了今天的上涨的195点 看一下这个 来 成交比重 电子成交比重提升到六成 航运衰退到14% 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化学生计 那事实上这个化学生计 跟什么有关系 也是特殊化学 也是跟电池有关的 对不对 就那几档 所以说全部都是跟什么 电动 电动车 电子 其他的咧 好像没什么反应 对不对 如果我们这样来想 那其他股票怎么办 那今天这个盘是反弹而已 还不到真的回升 可是很多人就很乐观 我说时候未到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当然虽然说 我说反还可以做多股票 我们昨天是说 我们把手上之前强力推荐的 以胜KY 还有什么 广雨出掉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它该涨不涨 我宁可先出场 我也不要摆着给人家套牢 对不对 我在这边出场之后 看一下 以胜KY 今天就这样而已啊 有没有 广雨咧 是不是还跌 有没有 所以说这种状况 昨天 一个涨势被一个外包黑K给吃掉了 我说这种状况 我们不需要去犯险 说 哇 它跌了怎么办 我们昨天出也是成本附近 以胜KY 还小赚 OK 那不打击 我说重点在哪里 我们已经确立好这个反弹格局 反压区也几乎到了 那既然如此要干嘛 等啊 等什么 等做空 对不对 看一下 我一直把钢铁航运 一直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是为什么要跟你分享 主要是太多人 很多人的手上钢铁航运 之所以没有跑 就是因为他怎样 还是很看好他 一直脑子里就想着说 哇 我的钢铁航运基本面那么好 到处都要用到 或者是什么 还在塞港的状况 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解脱 对不对 可是呢 股价一直跌 一点都不合理 股价没有合不合理 它只有展跟跌而已 好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钢铁 钢铁在反弹咯 今天谈多少 0.54% 好 盘中有涨到1%多 又回来 我想 空头格局变了没 没有变 所以你逢反弹 一样要站在卖方 好 这边弹上去 到这附近 绝对是个 好卖点 记得 好 而且重点它跌下来 你说它跌下来 没有什么量 所以说它跌幅相对什么 相对航运股来少了多了 对不对 这边从172跌到160 还跌不到一成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边 钢铁不管怎么样 逢反弹还是在外方 重点是它人气已经溃散了 好 盘面上已经快要没声音了 那你还 记望它可以涨多少 不容易 那再来航运 来 航运类股 在这儿 空头格局明确 一样逢反弹在这边方 它是不是在这边来回震荡 量缩 OK 它可能需要整理一段期间 你说它可能这样 这样 然后再上去 OK 目前不管如何 到这里逢反弹 一样先卖再说 你把钱卡在那里干嘛 等什么 等它再涨到这里吗 不容易 对不对 而且它上面有说 上面这里是干嘛 套牢量那么大 都在这儿 都在这一块 都在这一块 你这一块全部套牢 你要怎样 涨到天上去吗 不可能 对不对 现在是什么成交量 那时候是什么成交量 你有没有想过 你光是这个比值比比看就知道 你看这个时候2000多 光是航运那股2000多亿 现在呢 400亿300亿 差几倍 你有没有想过 我说你不用去思考说 不要去猜说它会涨到哪 你要想说 如果你套牢了 你是在中间盘整区套牢 快要到你的解套的价格的时候 你要不要出 你一定会想出啊 对不对 所以说既然如此 你一定要重视说 这个成交量那么大在哪里 这群人会不会想出 一定会的 来看一下 既然讲到这儿 来看一下短线好了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说 你看这个量最大 对不对 这量最大 然后上去又下来 对不对 好既然如此你看 这一块 我说它只要没有站上去之前 这边持续破的几率还是相对高 千万不要以为它已经很低档 它还可以更低档 好不好 所以说这边 航运内股 一样 有反弹 记得站在卖方 而台股的状况 我直接跟大家讲 今天的总成交量是几亿 来看一下 今天成交量才多少 才2000多亿啊 2653亿而已 对不对 大涨收最高 点数刚好16900 我说 如果按照趋势的概念 消息面的股票 是弱势的 盘大涨 不顺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 盘大涨 有没有量 没量 2600多 也不顺 完全 就是一个反弹格局 没有变 好 到目前为止 都是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在等着什么 我说 我们这一趟 没有进场干嘛 期货没有做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弱势 我也不知道谈多少 那现在既然谈到这 我们等什么 等放空就好了 不需要急 很多人都说逢高空 逢高空 问题是 不管怎么样 就算它是反弹 反弹格局没有破坏之前 老师就是等 等什么 等它转弱 你干嘛趁着那边 一路在创新高的时候去放空 你要等它转弱迹象出现 我们才经常做空 不要急于一时 好 等一下我们来介绍一档个股 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欢迎回来我们旗鼓双银 我说很多人在想说 现在可以介入什么股票 当然啦 盘面上有很多特殊题材的 可是已经涨很多 你要去追吗 对不对 不需要 我们也是一样可以买在什么 低档粗量 诶 我说出量怎样 有量才会有价 你没有量的股票 就是说我们的 那个量是所谓的相对值 它不是绝对值 不是每一档都有几万张 没有没有 一定是怎样 那之前可能 几千张 一下子出量以后 开始怎样 开始就动 之前例子太多了 我们等一下会来介绍一档 那现在呢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什么 你出量要出到对的方向 重点是什么 我说重点绝对是趋势 那趋势你要搞清楚 我说什么趋势 确认趋势 我们做顺势的动作 现在 我说现在虽然是反弹格局 我们一样是做多 我不是说现在是多头 我说现在是反弹格局 我们一样是做多 那我们一样可以挑选怎样 所谓的足底完成 底部出量的股票 来做什么 来作为我们进场的标的就好 我这边举的这一档是什么 来给大家看 我一直把这一张拿出来 说我们要挑选产业要挑选哪一些 订动车不用讲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 5G网通 AI 再来这些 对不对 这一群就是我们之后 会发展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些企业 好 既然如此 我们今天选的是5G网通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 它的基本面如何 对不对 我说产业对了 你要挑基本面对的 基本面也是成长 好 那我们再怎样 再来选择说 成长之后 我们要看筹码有没有 也配合 再看股价趋势如何 这样子你的胜率自然高 可是在这个做完所有的动作的当下 你还在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就像我昨天卖掉的 不管是以胜KY 不管是广宇好了 他们 我都已经想好了怎么进怎么出 对不对 就是我在进场之前 我已经想好 那我会出在哪里 所以我昨天出 OK 小赚小赔 就算我一进场错了也是小赔 那是没有差 好 那像我们这一档 我今天把它拿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基本面 好了 这一档 苹果概念股 成交量 目前成交账数还好 不多 重点在哪里 净值在46块 股价呢 等下给大家看 好 股价净值比很低 获利 获利大幅成长 从赚0.05 变0.62 哇 这成长有点多吧 对不对 好 它基本面 有赚钱 而且成长不少 重点是 现在的股价 居然比净值还来的低 净值多少 46 对不对 现在呢 看一下 现在价格 37.6 诶 是不是超便宜 然后呢 测一次支撑了 出量之后 横向整理 这一种股票 假设 假设 我今天收盘买好 你觉得 我顶多跌破36出场 我配多少 1块6 诶 跟它的股价来比较好 你赔几% 4%不到吧 诶 你有没有去思考过一件事情 如果说 OK 我现在进场了 不小心 亏损要出场 很多人去追那个涨停板 好 你涨停板 下两档买到 然后锁涨停 很高兴啊 可是今天 假设隔一天 一下子跌回去 你什么时候要卖 对不对 哦 你说不可能 会跌回去 没这回事 一定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那时候你要砍 赔多少怕出去 你有没有想过 对不对 我们买的这一种是怎样 它在做底部完成出量 它上涨的几率 因为成交上进来 对不对 成交上进来 之后 它做横向整理 OK 测一次低点没破 这一种股票怎样 相对安全 我就算它不对好 就算它现在不涨好 你会不会赔多少钱 你不会赔多少钱 你要先把你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全部就想好了 这样子你怎样 你进出 你一点压力都没有 懂意思吗 这个观念 很多人是没有的 很多人说我要去追股票 结果追了之后隔天继续开始跌 怎么办 好那现在我只能说 反弹格局还在 OK 反弹格局还在 那可以怎么做 一样还是可以做多 只是你要挑什么股票 很多人都说 我要去挑这个 来 很多人都说现在做这个 这个 去追吗 对不对 那你去追 我问一下 你这样子假设你今天收盘买 隔天跌下来 你赔多少要看 它一天的震荡可能就10来趴了 对不对 你要去思考这件事啊 你愿意承受 OK可以 我老是不想赔那么多嘛 我一定不会去想说 最好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最好的状况 我不是赚那个10来趴 对不对 我不是跟大家讲 我们以胜KY 最多也是赚差不多10来趴 没卖 为什么 我希望它会继续长 不对啊 小赔 小赚小赔算了 为什么 因为老是本来就预想好 我最多赔多少 可是赚多少 不一定喔 它可以一路长 好我今天没有把之前的 什么聚合带出来 聚合涨了100多趴 新唐带出来 新唐赚了90几趴 对不对 为什么可以赚到那个趴数 不是赚那个一天两天 我们是报一段期间 可能是一个月 居然涨了一倍多 对不对 因为你买对了 你可以报 那买错了怎么办 我说买错了你为什么要报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叫错 我举个例 像这一档 这一档 好 说这一档 好我们假设我们现在买了 它当然开始涨之后 我们就几乎买到最低点了 对不对 可是呢 它如果说 哇不小心跌破了 36 好 顶多出掉再说嘛 对不对 为什么舍不得出 干嘛不出 你在这边出 顶多赔个三四趴而已 赔不了多少钱 可是你涨上去 哇不小心 它涨一成 也不过41块就一成了 有没有看起来很简单 很简单啊 幅度那么大 可是下面低点的支撑 就这样而已 我跌破就出场就算了 重点是前面已经出量了 比如说什么 已经有人进去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一种相对上它是有希望 有机会 而且它刚好怎样 苹果订单正在出嘛 对不对 重点是股价禁止别还那么低 我说相对安全 我不会说它一定涨 可是就算我买错了 我的风险就这样而已 如果说你之前 OK我相信很多人也说 哇像什么 我昨天不是在讲吗 航运股 哇基本面那么好 本益比那么低 为什么不买 我之所以不买 是因为它的格局不对 而这一档股票 因为它格局已经出来了 成交量也出来了 有迹象我们才进场 而不是在那边跟你拆 像航运 刚刚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吗 哎 持续在破低 那个成交量都没有上去 你说它怎么做 对不对 千万不要用猜的 不要一厢情愿 我们做所有的交易 有评有据 为什么跟你讲 就在这儿 对不对 有条件 那没有条件 我们就看就好了 有条件也不一定都对 对不对 那不对 我们也是小白 我说很多人的观念 就基本上没观念 基本上他们是怎样 看到什么热门就去抢 抢了之后套牢 就跌下来 然后问怎么办 我说格局不对 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因为太多人 股票套牢来问老师 我直接在这边跟你讲 你已经套牢了 对不对 假设你的套牢的幅度 还不到10% 那还好 可是如果说 你已经超过10%以上 我直接告诉你 不用问怎么办 先出一半 为什么 降低你的压力 好 出一半之后 你是不是有一半的现金可以用 你可以拿来干嘛 买对的股票 那你知道什么是对的股票 或是对的方向 不知道 扫描QR Code 打电话来问 OK 我们现在是怎样 我说我一直在这边跟大家讲 我不是说今天涨了100多点 我跟他讲反弹 现在已经是回升段 没这回事 反弹就是反弹 不要想太多 现在既然是反弹段 表示是这样 趋势整个中期趋势 还是怎样 空方格局 既然如此 我还是找股票来空啊 对不对 好 等一下嘛 我这一次做多 OK 没什么赚钱 可是没关系 因为是空方式 所以我们怎样 等着空就好 不用急着做多 做多做安稳的 空等转弱 我们就进场 好 要跟着我们一起等转弱来做空的 欢迎扫描KCOCO打电话来问最快 今天跟大家分析了 航运钢铁 还有这档股票 给大家做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大家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